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给一百万个人哦 拜托哦 真的 我想要问夏明就是 你有养过鱼吗 有耶 我小时候 有养过鱼 养过小鲸鱼 就是那种 好像是夜市捞到的那一种 哦 我知道 而且你知道我用什么养吗 你用什么养 我用那个以前的那个好力客罐 你知道好力客吗 哦 真的哦 真的 玻璃罐 玻璃罐 我知道 是哦 诶 我养很久耶 真的啊 我养了很久耶 我印象中就是有两只 然后一只比较红 一只比较白一点点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 从夜市到回来的鲸鱼都没有 养超过三 就是一个礼拜吧 我觉得 印象 可是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刚好在 呃 呃 今天 今天我就是在那个脸书不是会有些回顾吗 对 然后我就看到我之前很久以前在我那个匹克邦 那时候还用官方匹克邦 匹克邦的时候 然后就在 哇 好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都要从那边写官方部落部落格啊 对 然后现在我还没有账号密码耶 我还进不去了 想删也删不掉 然后看以前自己写的文字就是真的啊 果然这就是黑历史吧 我在想 然后 然后 就是很黑这样 然后重点是里面就 哎 我有一本相簿 我都在那个手 就是拍记录我 我养的鱼耶 然后我就有想到说哇 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把那个球鱼都顾得很好 然后他们还还生了很多小鱼 然后我还要特别去买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 小鱼的那种养殖盒 就是让它再挂在旁边 不然这些小鱼会被最后会被鱼吃掉 还有这种哦 哦对啊 因为小鱼生出来那个鱼就是会去吃它 即便是生它的也会 然后那个母鱼就是要生的时候 以前我都以为说它是不是生不要是不是要死了 因为它整个身体会呈现垂直的状态 因为人家说什么呈现垂直就代表它们什么有个叫鱼镖 什么就坏掉还干嘛 所以身体就会歪歪的 但它有发现不是耶 那一只鱼它会这样整个慢慢越来越直立 这样快要呈现90度 是因为它肚子很大 是因为它要生小孩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就是 因为它其实也不太会动 它就等着要准备就是要生小孩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个那个鱼的那个养殖的一个 就是它是把它挂在你的那鱼缸旁边 一样也是在水里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那里面之后 你就让它在那边待着 然后那个小鱼生出来之后会直接跑到 它的它中间有个隔板 它会直接跑到下面 那些小小的鱼就这样全部都收集在那边 哇好酷喔 对然后你之后也可以让那个鱼 母鱼你也可以让妈妈休息一下 然后就是让它 它中间好一点 再可以让它回到鱼缸 然后小鱼就让它再大一点 因为如果小鱼都很小 像那个鱼苗一样 你这样放它出去 有一些鱼真的会去吃它 对 对所以就是我都会就要在旁边另外再养 把它就是顾得好一点 然后有时候真的鱼 鱿鱼真的是太多了 甚至是要把它用到另外一缸 然后等它大一点 然后再慢慢放进去 再慢慢放进去 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而且我还帮 我还看到我那个照片啊 有帮某一些鱼还取名字 真的吗 真的 然后都 什么花生米 还什么 好奇怪的名字喔 奇怪的名字 有种奇怪的中年感耶 都会这么要 哈哈哈哈 为什么 而且我怎么会叫花生米 我也不知道 对啊 而且我 我还在照片上面旁边写它的名字 然后印象是 那个时候就是都还会觉得说 哇就是 呃 因为别人就我妈 他们都认不出来哪一只是哪一只 可是就只有我自己认得出来 然后我那个时候会开始买鱼 是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水族街 对 我们家旁边是很有名的水族街 全部都卖那个鱼的 鱼虾什么的 所以以前每次下课的时候都会去那边 逛啊 逛啊 对然后就会想要买鱼 然后干嘛什么之类的 就花 花了很多钱单的赏名 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工作嘛 然后有就是后来就不在台湾或什么 所以我妈就不是很会顾鱼 那其实那个鱼的那个水质跟水温就很重要 对 就是你一定要很勤要去换水或者什么的 那那个过滤器什么 那个都一定要非常注意 所以后来那个整个那个鱼港就 你知道就很可憐就没了 对就掰了这样子 大家都上天堂了这样 对 然后我后来回来之后呢 有试过想要养那种 很漂亮的那个就是鲸鱼 对 就是那个尾巴很就是很大的那种 就是很漂亮 就有很多品种的那种鲸鱼 日本的那种的 可是呢 它们非常的不好养 因为你知道它们的鱼鳞 就它们的身体是特别容易出油的 出油 所以对 它们的身体特别容易出油 也就是说 它们的鱼缸里的水很容易会脏掉 哦 所以你要很勤的去 它们的水质又更是要求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养梅 有一个礼拜 鱼就是一个快要挂的状态 然后因为我以前都是养那种鲁鱼啊 就是比较小只的 对 然后我那一次养那个鲸鱼 就是它死了 我把它捞起来的时候 因为它很满大只的 就等于 加它的鱼尾巴 就等于快要 就等于我 它一整个手掌 快要我一个手掌大 那蛮大的啊 对 然后你知道我要把它捞起来的时候 因为感受到它的重量 从此我就突然不敢来养了 因为 就是我会觉得我把它养死了啦 就是以前可能那种鲁鱼小的鱼 可能被吃掉 或是它生病可能死了 我可能没什么感觉 可是这一只 因为它有重量你知道吗 然后我把它捞起来 我真的是很满满的愧疚 我就觉得 天哪 不会养养 干嘛养啊 就是 就是感觉我就是杀了它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来我因为那一次之后 养失败之后 我就不敢养了 这真的是一种生命的重量 对真的 我跟妳真的 拿着那个网子 然后你感受到它那个重量的时候 你顿时真的会觉得超有罪恶感的 然后很难过 哇 这可能就是我不敢钓鱼的原因吧 因为你就是要用手去抓着它 对啊 那个感觉 我觉得很可怕 我钓虾也是不太敢 我都要别人弄 我都 哈哈哈哈 虽然也是很残忍啊 去那边是去吃的 但是 就是还是会怕你知道吗 对啊 我觉得很残忍啊 来 我们来进入本集的内容 迷惘吗 痛苦吗 快来这家水族馆咖啡店 你跟我讲过说你以前蒙学员是一把剑 对啊 我是奈亚公主啊 你怎么可以像奈亚公主很伟大耶 对 我最后要牺牲生命变成一把那个叫什么 索雷一吗 反正就是一把剑 索雷圣剑还是什么剑的 就我变成剑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用我的 牺牲我的生命 然后让蒙骑士抓着我的用身体变成这一把剑 然后去刺那个就是暗黑大帝这样子 那那个暗黑大帝是人的样子还是他有个人偶装吗 没有他就人的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那个黄坤达坤 黄坤 黄彦坤 不是坤达 我在讲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坤我就想到坤达哥了 另外一个很资深的 他儿子是黄远 一位演员 黄远是一位演员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黄坤 天啊我怎么想不起什么坤啊 然后我还想到参坤 毕竟这时候很久以前啦 对可是我要说是因为就是他那时候 然后这位前辈然后他演那个就是暗黑大帝嘛 然后他演的超级好的 他真的声音红亮凶起来 我有次跟他演我吓哭耶 没有变成立刻被变成一把剑嘛 没有 那我连变成剑的戾气都没有吗 就是我投降 我错了 那种感觉 很可怕耶 然后那一场戏还被导演说 哇你演的很好 什么 我说因为我真心被吓哭 我觉得好可怕 黄仲坤啦 仲坤哥啦 想起来了 哦那很棒啊 那是很厉害啊 对 为什么突然就想 哦因为是讲到那个 因为我刚刚念的方式 刚刚念的方式很像那种魔法那种感觉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水族馆有关 对 然后 其实我还蛮爱灌 灌的 我今天怎么 我今天 好 其实我还蛮爱逛水族馆的 以前有一段时间 为什么 就很常会去那边挑水草 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刚前面讲那个 鱼缸有没有 那个水草你要怎么放 然后怎么样照景漂亮 那个都是我自己弄来的耶 好厉害哦 然后真的就是看着鱼缸你会觉得很疗愈 可是那时候我跟我的大学同学讲说我喜欢养鱼 他们都觉得好好笑 觉得我怎么会喜欢做一件这么无聊的事 他们都会这样觉得 可是养鱼真的很疗愈啊 就是 我一个好朋友叫王志源 然后他以前就是 他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族箱 然后里面有养一只红龙 然后里面还有其他不同的鱼类 然后他的水草也是有设计过 所以晚上然后就是他有一些灯光什么的吧 我就觉得哇光是看着他 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喝酒 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人生很棒的享受耶 然后他还会养很多斗鱼啊什么的 我每次只要那个时候就是秋鱼有生宝宝 然后一开始发现啊什么小鱼都被吃掉 然后开始决心要好好拯救这些小鱼的时候 就是有做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一栋大楼的晚上夜间的管理员 他超爱鱼 我们的那个大楼的那个鱼缸 那个都是他负责的 然后他是说他以前在做管理员之前 我忘了他是做什么工作 是工程师还是什么 我忘了他说他那边就是有一大桶一大桶的都是鱼 就是因为他都要帮他们换水 然后什么有些小鱼要隔开干嘛干嘛的 好棒喔 他很爱养鱼 然后我们的那个 那他等于是管理室他的那个大厅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鱼缸 然后我常会去那边看 那他养了非常多种多品种的孔雀鱼 喔 好漂亮 孔雀鱼很美耶 很美 然后是有 你知道有些不同品种的孔雀 就是越贵的就是尾巴越漂亮 其实蛮难养的 对 然后对他就是都会把他们弄的话就弄得很好 然后呢他还问我说 那你想养鱼吗 因为我有跟他聊过说我以前也有养过 但我是养鱼鱼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要养鱼吗 因为他旁边就有一碗 在他的那个那个管理员的桌上 那一盆全都是小鱼 可是后来就想说 就是你知道鱼 其实要花的钱非常的多 就是 已经不是说只是有一个容器你装着它就好 就是你还要先让它适应水质 然后什么酸碱要平衡 对 过滤器 然后等等之类的 所以 我想想后来本来有一度很心动 后来想想还是先算了 那你可以在动森里面就是养鱼啊 那美术馆里 博物馆里面可以养啊 哦 对啦 对 你知道在动森去看自己抓的鲨鱼 会好有成就感 我还没有抓到鲨鱼耶 你没有抓到鲨鱼 没有啊 怎么会 就是没有抓到啊 哈哈哈 我有抓到一只很大的叫做巨蛇 哎 叫什么巨什么蛇鱼 哦 就是很大一只 很长的那一只吗 对 是很长的吗 那是我抓过最大只 但是我没有抓过鲨鱼 那你下次可以来我的岛上 带你来看我的水族 好啊 水族馆 哦 动森里面的那个好疗愈哦 每次超疗愈的 就捐赠完 然后顺便逛一下 然后看着那些鱼啊 虫啊 就是在那边生活 就觉得好幸福 很可爱 哎 话说就是夏明就是 是第一个在动森 然后寄明信片给我 然后还有礼物给我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哇夏明有浪漫 夏明我爱你 哈哈哈 收到的时候就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跟你告白 然后就说啊 那你有收到我送你的东西吗 有啊 哈哈哈 你有收到 哈哈哈 哎 我记得你没有吧 你应该没有我送你的东西吧 还是你有 你送我什么 我现在脑袋有点忘记 我送你那个啊 我送你书柜跟书 哦 有有有有有 我刚好在找书柜 对那很难找 对那很难 是不是 你看我 你有几个书柜啊 高价书柜 我现在 我后来有找到有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方程式 哦真的假的 那你赶快多做一些给我 我要开书店 哈哈哈 哎 我跟你讲我的那个咖啡厅我已经把我那个这个我们录音的地方已经弄好了 哦真的吗 可以来了 对 好好好 我现在还在研究就是说 我我现在有在研究啦就是有没有那个招牌是不是可以写字的就是写个阅读下啦啦 这样你来我们就可以一起拍个照 可是因为我很不会自己画那个那个图 嗯 所以我还在 还在了解当中 然后我也有在想说想要再创一个角色到我的岛上 因为创一个角色到我们岛上我就会多移动房子 那那个房子好像也可以专门就是做我们的录音间好像也是可以的 对 那等到我们真的做起来了在开放给大家进来逛就是用梦境的方式可以进来逛应该不错 我觉得很好玩耶 啊哈哈哈 真的我今天我刚才不是去做复健吗 对 然后我还跟我的那个复健师聊 因为他有玩switch嘛一个女生 嗯 然后他就说 我有问他说我手现在这个样子可以玩那个just dance吗 然后他说最好还是先不要 然后我们就聊动森 我说这游戏真的太罪恶了 我到现在就是无法把他那个卡带退出耶 哈哈哈 诶我跟妳讲我自从动森来我除了前一阵子的玩那个 他就是有一个去星球 然后那个叫什么 铭什么 铭 就是他有很多个 皮克铭 啊皮克铭对 我把皮克铭都玩完了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玩皮克铭 然后玩完之后我动森又再放回去就再也没拿下来过 就是我唤醒你的那个 对啊 动森的渴望 而且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因为玩动森 我认识了很多鱼的名字耶 跟虫的名字 还有龙啊什么的 对恐龙也是 恐龙的化石 然后但最重要的是鱼 因为我就会知道什么是鸡鱼 那叫鸡嘛 就是小小只小鸡鱼 或是鲁鱼啊 然后或是稻铁鱼这些 鲁锅鱼 对 就是真的看到图 我可以说出它是什么了 哈哈哈 还有乌贼 而且还有些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到海里面去当海女 你知道吗 就是抓什么珍珠 什么的 你有找到珍珠吗 有啊 我现在有五颗珍珠了 我有三十颗 是不是有抓 很好啊 哈哈哈 太好笑了 而且 我们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个 是一个漫画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我在聊 我在看到这个漫画的时候 它里面就有讲到稻田鱼 然后我就说天啊 我知道稻田鱼是什么 我脑袋里就是有那个图像会跑出来 然后那个图又跟它的漫画又画的很像 我就觉得 哇 我好有成就感 我打电动打到 我可以认得出一条鱼 哈哈哈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 呃 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一本漫画嘛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读完 我真的好喜欢哦 然后我就分享在我的线洞嘛 然后那个就是 出版的出版社就是有说啊 谢谢我分享这样子 然后我还一直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我真的太喜欢了 你可以再赶快出第二集第三集 而且我跟你讲这一本 绝对可以把它拍成影视的 你们赶快用头发好吧 是真的 哈哈哈 一直在跟他们 他就哦 呃 好的好的 谢谢你的喜爱 就感觉 我很肚肚逼人游户 哈哈哈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本书是什么呢 今天过得好吗 不管开不开心 阅读下拉拉 陪你品尝人生一万种滋味 尽力运输 简易 跟饥饿 许多鱼刚进口时的状态都很差 但只要适应环境 就会绽放出自己的魅力了 南部书之著 武勋 水都物语 海琼文化出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漫画叫做水都物语 哦 这本真的是太可爱 很有趣 而且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应该是在日本吧 对啊 只要会出现在台湾 哈哈哈 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质感的漫画 就觉得 这 其实他的架构有点解夭杂货点 哦 没错 就是你进入一个空间 但有买卖关系 可是他会 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没错 好 可是他的背景是水族馆 这很酷 他是水族馆 然后他是史上第一本台湾自己出产的水族相关漫画单行本 然后内容是经过这个国内观赏与权威网站站长的审核 然后除了提供仿佛生力其境的水族生物转念疗愈情境外 也增进了这个专业知识 这个是水井空间设计技术总艺术总监张宣诚 就他的推荐了 那也的确因为我刚刚我讲到说过去就是我在养鱼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看着那个鱼在那边游游的游来游去啊 然后好像很喜欢我帮他打造这个 这个鱼缸里面的这个 这个环境啊 或是这个水草啊什么 你就会觉得 好开心 然后觉得他们好可爱 真的会觉得很疗愈 然后有时候 很热的时候啊 你知道就是 喝杯啤酒 然后看着鱼 你会觉得 凉凉的 对 真的 好 那这一本的漫画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本叫水都 水都物语嘛 那水都呢 他就是在台北这座就是都会的某处 有一间指在深夜营业的咖啡厅 然后每个踏进这里的人呢 都会带着一些过往的疑惑或者是伤痕 但只要你来到这里你就会有机会找到解答 所以这本 这个咖啡厅就叫做夜光咖啡馆 我今天讲话真的很奇怪 舌头超怪的 好 然后我就觉得 哇就是 他的这个整个氛围啊 就是 就是很日系 就是很疗愈 就像刚刚夏明说的 就那种解忧 解忧 杂货店那种感觉 对 好 然后 呃 这位作家就是奇幻科幻作家 五旬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水族的爱好者 对 然后对三十余年的观想与嗜好的感恩回馈 所以想要借由这部漫画 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个截然不同的夜之台北水都物语 光是他这样的这段介绍我就觉得 哦 他好浪漫哦 很浪漫啊 他就是 他是小五旬的话 他是奇幻小说家 他也是科幻的啊 就是他都有写 然后 他自己也做独立出版嘛 叫海穹文化 海穹文化 对啊 然后他 他之前不是就推出那个克苏鲁吗 对啊 我们有介绍过就是他出的 然后 有 他其实 好像也在动物园工作过 就是他的 他的过去的工作经验是真的跟 动物是很有相关的 懂 我满喜欢就是 海穹文化出版的书耶 就是有时候都会让我 就是很惊喜 然后 在这个原创上面他们会 就是你会没有想说 在台湾的就是 呃创作 华文的创作 然后可以 比如说像他们有一段时间 不是有出一个都是跟 克苏鲁台湾创作的 对啊 克苏鲁的故事 我觉得 就真的蛮酷的 所以每次他们出版的作品 都会让我有这种 就是蛮惊艳的感觉 然后重点是我看完这个水族物语物 就还立马加了那个 飞鱼不可的 资讯平台 我按他的粉丝团 飞鱼不可是一个水族的资讯平台 然后他是这本书的类似顾问 也是审定那些资讯的人 对 对 然后把他的这个资讯平台的网页 我还把他夹到我的那个 就是手机页面的主画面 其实我也有 我也有去看他们的网页 他网站照片好美哦 也太美了吧 真的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大部分看到一些 在讲鱼的那个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你都觉得不好看 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拍鱼 然后有时候都会觉得那个照片雾雾的啊 对 或是有点土土的对不对 对 然后或者是以前我们过去接触这种 鱼类相关的书籍的时候 他那个照片还不是彩色 有一些还黑白色的 但是这个飞鱼不可真的太厉害了 对 他的每一篇的那个文 就是他的摄影都很漂亮 然后写的 写的很专业 然后而且他写的那个方式又不会让你觉得 很专业到很深冷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平台的 就这一位就是王中静 就是他对于水族的热爱 就蛮棒的 看了自己看光是文字 我自己都蛮喜欢的 而且就是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他的编剧跟顾问 也是资讯审定的对不对 他还是漫画 所以漫画家叫做 南部书之著 他就是说他也是图画说书人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整个整体的组合就是很刚刚好 然后你看起来真的还 我觉得很有趣味的一本书 对啊 而且我打算就是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 我其实后来我再买一本这个书 就网路上订 因为我想要把这一本送给那个我们的管理员 哦很棒啊 他会喜欢吧 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 首先赶快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本书我觉得 不了解鱼的朋友 会被这本漫画给疗愈到 而且还会知道很多 关于鱼的知识 然后喜爱鱼的就是你会从这本书找到一些乐趣 对 那在前面呢 就是他一开始翻开 你就会看到他有很多鱼的照片 比如说什么珍珠灯啊 孔雀鱼的品种啊 满天星鼠啊 红水金虾等等的 那这一些的鱼类虾类都是因为在这个漫画里头 他们就是会会提到的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有透过漫画把它画出来 可是他前面他就会对应就是到第几页他讲到是什么鱼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他的照片 所以我就觉得蛮棒的 嗯 好 然后呢 呃 我其实特别喜欢他的第一篇呢 就是夜光咖啡厅 对 他的第一篇一读完就让人非常有期待感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哎 要不要要不要那个吴迅你就开一家 开一家这家夜光咖啡厅啊 我觉得很就很酷耶 因为现在其实台北的确是有一些只开晚上的咖啡厅 对 然后就只卖咖啡哦 重点是就是人还超多的 嗯 因为像 呃 迷恩社区那边就有一家就是开到好晚的 然后每次去 嗯 每次去人都很多 因为其实迷恩社区的咖啡厅大概7点 就会收了 嗯 但有一家他就是从8、9点才开 他白天好像没开 哦 那感觉很棒啊 对 然后他就开到凌晨这样子 好 所以 希望吴迅可以开一间夜光咖啡厅哦 好 突然在这边对他呼喊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就是前面的单篇好了 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他的第一篇 会让我这么有期待期待感的 主要是在故事的开始就是有一位 他是呃他上面写说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时尚生活制企划部的采访编辑 嗯 叫做庄静亭 然后他会来到这边是因为他有听说过 只要你有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就是不开心的 你来到这间咖啡厅 你就是他都有办法帮你解惑 好 所以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就是 呃他就来要采访这个店长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像是 整个店家跟这个主要人物店长的介绍 那这位店长他叫做麦德基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你好初次见面呢 哇这边真的跟传说中的一样 然后里面就是绘画出这整个夜光咖啡厅给人家的那个感觉 他就说有温暖的灯光 翠绿的鱼缸气氛真的很不错 然后盯着鱼发呆感觉真的会很疗愈耶 很疗愈耶 他就说对了店长听说这间咖啡厅提供解惑的服务吗 然后这个店长就说哎其实也没有这么夸张啦 就蛮快速的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我觉得这也蛮棒的 然后他就说可是网络上传闻是真的吗 然后店长就说那呃与其这样说给你听 那直接让你亲身直接感受一下 他就给他一张空白的纸 然后要这个女生写下说你最就是你的烦恼是什么 然后呢他就女生就写下就说哦其实呢他在工作上 就是他原本其实是做时装的 可是最近新道的这个新道润的主编 就以他是缺乏这个呃这个时装品位为由 把他调到现在的亲子生活线来 然后再把他原本的位置 对啊然后把他原本的位置呢 就是他就安插他自己的心腹 所以他其实就觉得就很不开心嘛 然后他这个店长他看完他的这个呃烦恼之后 他就说OK好这边请 他就帮他带位带到一个角落 那他就说这里可是秘境哦 你稍等一下我去准备一下东西 然后这个女生呢他就看着眼前的这个鱼缸 咖啡色的水但鱼缸里并没有鱼啊 然后呢店长就出现了 他说有看到水族像的生物吗 女生就说嗯没有耶找不到 然后店长就说那来试试看这个吧 然后他里面就开始介绍哦就会讲到说哦 这只蜂年虾呃的无节幼虫 很多鱼都无法抗拒他的美味 来吧试着滴一滴看看 就是请这个女生滴到这个鱼缸里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好笑的是 女生说呃竟然就在这里 就是这样给人家的店 店里的鱼缸喂鱼 就他有点傻眼就是要做这件事 真的要这样吗 因为就是还是有点很疑惑嘛 然后结果一滴下去之后哇就有鱼跑出来了 然后我真的也觉得呃这位就是呃漫画家 就是南部书之助 我觉得他画的很漂亮 对 因为他一滴下去之后他出来的这这鱼啊 真的好美哦就叫做灯 呃珍珠灯 对 就非常漂亮 然后他上面在漫画上面还会写说珍珠灯 然后英文名叫什么 然后他的全名又是什么 然后店长就开始介绍就说哦 他呢也很像海盗船的大炮口 所以呢也被称为海盗灯 他们身上这一排排蓝色的光点就像珍珠一样哦 然后店长就说虽然现在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吗 一开始刚到店里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样子 他就拿了相机里的照片给这个编辑 就是这个采访者看 他说哎怎么这么瘦弱也没有光泽 很难想像现在这么亮丽 然后店长就说经历运输 简易跟饥饿 许多的鱼刚进口时的状态都很差 但只要适应环境就会绽放出自己的魅力了 然后女生听完就有种 立马就豁然开朗就觉得嗯 谢谢你介绍珍珠灯的故事 然后内心他的开朗就是换了环境也不应该失落 他也要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然后女生瞬间就充满了你知道就是能量 然后就说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采访了吧 采访啰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有一本 对就这个采访就开始出来也就是这一篇的这个序幕就开始了 他的故事真的好简单 可是很简单 没有那种他的他的确就是会有一种 让你看到一个东西然后转念 可是他不会跟你太啰嗦 他就是真的让你知道鱼的那个生态之后 你自己会想清楚 没错 然后我因为之前我有养鱼的经验嘛 所以其实这个序篇就就让我对这本书很有期待感 然后又可以翻翻前面看一下那个珍珠灯的照片 很美 你就觉得好好玩哦 然后其实在每一篇后面有很多单篇的就一个一个的故事 然后其中其他也有写到一个就是关于什么水晶 呃台湾的一个那个水晶虾就是去参加比赛 然后台湾得冠军 对 然后因为我真的太好奇了 所以我还上网去查 就台湾真的有一位就是水晶虾达人 但名字跟里面是不一样的啦 就是真人叫王军逸 我还上网去查 因为我觉得太有趣了 因为他过去是这个真人王军逸 他是真的就是当时带着水晶虾 然后红到国外 然后去参加比赛 然后拿到总冠军 哇好厉害哦 一只不到三公分的水晶虾 嗯 价值超过五位数 超过五位数耶 好厉害哦 对 而且我觉得 因为他是新年疾身 然后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呃他说他觉得水晶虾 因为我看他的报道啦 他的专访 他有讲说他觉得水晶虾改变他的一生 就你没有办法想像 蛤水晶虾改变他的一生 你太夸张了吧 他就说因为他很热爱水族嘛 然后所以因为培育水晶虾 然后去比赛 然后有他的热情之外 他因为要出国 所以他重新去学习英文语言 然后因为要拍照 所以他学习了摄影 然后因为他其实他 他不是做什么零售鱼虾 他其实后来主要是做这个水族箱整个的造景 所以他的他学习的是设计 然后跟体验心理的 就是说我每次要帮 比如说医院好了 我要帮医院做一个这个 这个水族水族造景 他要让他要先了解 就是说医院这个水族造景在这边 他有可以给人家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说比较疗愈比较平静 或是什么样的气氛 就是他变的就是会用很多不同的立场 然后去学习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水晶虾改变他的一生 如果不是因为水晶虾 他不会学习到这么多 这很棒耶 很棒 而且我没有要帮他打广告 但我觉得连他的店名 我还是很想要讲一下 因为他的店名就叫什么 五九 五九 反正他就是有个五九精品 什么鱼虾什么水族还是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想说 为什么要叫五九 然后他真的很 我就觉得这个人 他非常的那个 就是蛮谦卑的 因为他就是说 他觉得 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好了 给自己打一个不及格的分数 才会知道我还有更多要努力的空间 所以他的店名就叫五九 水族什么的 对 我就觉得 天啊好棒哦 有时候想一想 然后台湾有这么多 这么多谦虚 但是很厉害的人 都这么努力 真的是蛮感人的 对啊 连你你 连你你也都赞同了 所以我们要 我们也要给自己打五十九 才可以吃几个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他的精神 就让我也觉得哇就是 对 因为我觉得很少我们会去探讨 就是会聊到就是关于热爱水族 这一块领域的 这项兴趣 或是这一群专业的人士 就很少我提到 因为他是相对更孤独的一个世界啊 对 应该是说他不是一个 很容易可以上主流媒体的东西 对 他是个点碎 对对对 但是你一旦 比如说我们今天 藉由这本漫画阅读 然后比如说我看到了 飞鱼不可降的资讯平台 或者是我因为这个漫画 我刚好去搜寻了一下台湾 哇真的有一个就是 呃在世界就是水晶一下大赛 然后获得总冠军的 对 就是就才知道我这么多的 厉害的人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热爱的那个精神 我就觉得哇好佩服哦 超级 很赞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除了故事让我觉得很疗愈 漫画很漂亮之外 然后从这个整个过程啊 直接收到的这些资讯 都让我有一种 就是 心里有一种被洗滴的感觉 洗滴吗 对被洗滴的感觉 平常太脏了吗 要脱水哦 哈哈哈哈 就是很觉得很棒啦 超赞的 真的 难怪上是那个夏明说 你在书展不是有推荐你的朋友 就是 对啊 有个记者朋友 就是他听了我们的对谈嘛 因为刚好 呃这本书 其实就是我们在书展的时候 最后面会介绍几本 在摊位上 你就可以带回家 然后可以 就是打扮 Monday Blues的书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 我就有推荐水都物语 然后那个记者朋友 他真的就买回家 然后他隔天就传讯息说 他好希望这个可以系列化 他就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难得 就是这个故事背景 是在台北 对 就以前过去看到这种 相关疗愈类型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好像 不可能在台湾发生 嗯 但是 他的现在的设定 就是在台北的 就是都会的某一处 就很希望 哇 就是 你那个想象的空间 就是会瞬间离自己很近 而且他又是真的 满有希望感 很扎实的资讯在里头 嗯 他不是说随便套一个虚构的东西 他是有真的那些水族的知识在里面 然后你在看漫画的过程 还是真的会学到东西的 可是他 他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枯燥乏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我想要来听听 夏明对于这一本漫画以后 有哪一篇让你特别有印象的 感受心灵的沉淀 聆听内在的声音 都在阅读下啦啦 音乐 在台北 这座都会某处 有间只在深夜营业的咖啡厅 每个踏进这里的人 过往的疑惑与伤痕 都有机会找到解答 南部书资助 武勋 水都物语 海穹文化出版 因为水都物语这本书 它里面有很多的单篇 然后它就是一篇结束的故事 但蛮好玩的事情是 这些短篇的故事 偶尔会有一些人物 或者是情节上的互动跟交集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有一个艺人 就是一个男生 他是明星 算是蛮红的 然后他最近啊 就是刚好要换那个经济合约 所以说他就想要 他在思考要不要换东家就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啊 这个老板就有认出他 但他叫不出名字 他只是觉得好像很眼熟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他对那个人说 我对流行的事物不太敏感 所以叫不出你的名字 很拍谁这样 然后那个明星 那个男生就说 没关系啦 成名之后反而不希望自己被认出来 然后就开始他们就喝威士忌哦 然后喝威士忌喝一喝 然后就开始 那个他们不是就会有鱼吗 他就说 诶这是什么鱼 因为他刚好坐的位置旁边就有鱼 他说 哦这个是我朋友刚刚参加国际比赛退役的这个孔雀鱼 放在这边的 他孔雀鱼是什么 然后就说 这种鱼啊 这种鱼啊 尾鳍大大的延展开来就像孔雀开瓶一样 所以被称作孔雀鱼 它很容易养 是最适合初学者的入门鱼种 然后它的那个孔雀鱼就很漂亮耶 我的那个形容词就是很贫乏 就是今天就讲好棒 然后就是很漂亮 但真的就是很美啊 对而且重点是什么 我们讲孔雀鱼对不对 然后一翻过来哦 它就告诉你有礼服断带品系 蛇王朝尾品系 然后琴尾 琴就是钢琴的琴 尾就是尾巴的尾 琴尾品系 他说育种专家培育出各式各样的孔雀鱼品系 体色跟琴的形状都有很多种的变化 然后因为那些鱼就很美嘛 而且它重点是那个尾琴嘛 就是像裙摆一样啊 然后很飘逸 可是这个男生这样看就觉得说 很漂亮 可是这些孔雀鱼游的有点辛苦耶 然后老板就跟他说 看起来像是飘逸裙摆的长尾琴 会在游泳的时候承受更多的阻力 所以他看起来很美丽哦 可是其实他的行动上比较辛苦 然后这个男生就领悟到一个事情 他说说起来孔雀鱼跟我们艺人很像耶 然后他就开始讲 为了维持形象 我们艺人不仅会被严格的限制言行 合约的条款也很严 虽然外表光鲜亮丽 却必须时时刻刻接受审视 就像孔雀鱼一样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 当然不是只有讲明星啦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所以大家都会对 可以讲的话被人家听见这件事 是很在意的 然后IG大家也都是发好看的图片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按赞 可是问题是当我们要给大家注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得要很辛苦的 去维持住某一个样子 这个不是说 只有艺人会有这种状况 对啊 这一般的人其实也都会有 因为现在只要有社群 就是自己有这样社群的平台的话 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吧 因为你 就是看你内心你想要营造 你是不是有想要营造什么样的形象给人家 那当然你就会被束缚住了这样子 然后 我觉得故事还不只是只有到这边喔 因为这边其实已经有第一层的含义了嘛 可是第二层他就说什么 这老板就说 啊孔雀鱼真的跟艺人很像耶 都为了观赏者而改变自己的样貌 好转折就出现了喔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说 就是要有一个形象在 所以就是会游的游泳就游的比较辛苦 孔雀鱼 结果 欸不对喔 他是为了观赏者而改变自己的样貌喔 然后那个艺人 那个男生就说 欸孔雀鱼本来不长这个样子吧 不是 然后他就带他去看 孔雀鱼野生型 就是原本的样子 尾巴小小的耶 有的很灵活喔 然后 他就说 虽然说不像人工品系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 改良过的那种品种 他说 虽然不像他们一样工整又漂亮 但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喔 这是这个野生型的孔雀鱼 他说 摆脱经济公司之后 你的收入会不会像孔雀鱼的尾棋一样 大幅缩水 这个没有人会知道的啦 可是 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老板就在提醒他一件事 他说 不管是人工改良的品种 或者是野生型 都一样是孔雀鱼 就是殊途同归啊 这是不管你要选择 你要做哪一件事情 你就是你啊 终究就是你 还是要面对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篇 短篇是因为他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日剧 不是会缩教吗 这日剧不是很爱缩教 可是 这一篇里面啊 他把那种 缩教感嘛 也不是就是 他有好几个小小的转折 可是每一个转折都做得很细腻 很难想象说 他的篇幅只有短短十来面而已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喜欢 不管你喜不喜欢水族 水族啦 就是不喜欢你 如果你很害怕鱼 应该是可以看啦 我认识一些朋友 他害怕水果的形状或是什么 所以说不定有人会 害怕鱼的形状吧 有 我也有碰过有人 就是很害怕猫的脸 嗯 所以 就是会怕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鱼的形状的话 那你可能挑战会比较辛苦啦 可是 我觉得 这个 这本书啊 水度物语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不管喜不喜欢水族 香 或者是不喜欢 喜不喜欢鱼啦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真的可以 读得蛮开心的 而且它是好的故事 然后画工也都很棒 嗯 所以 诚恳的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书 水都物语 夜深了 阅读夏拉拉 陪你沉淀心情的一天 夜夜 好眠 你现在收听的 是阅读夏拉拉 每周一晚上八点定时更新 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 打扮Monday Blues 其实像刚刚下面有提到 就是说 它不会有那种 好像给你 你一定要给你一个什么很明确的指引的方向 因为它其实不管怎么讨论 它其实都在讲鱼这件事情 可是阅读者就是你会突然接受到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是作者他的心意 是啊 就是那种稍微帮助你 然后让你 不论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好像都可以从这一些小篇小篇的故事里面 然后得到一点这个作者他的 对你的关心 或者是他对于这个鱼的热爱 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么压力 觉得好像就是那种 很说教啊 或是说一定就是怎么样 就它不会就是一点点 可是你 你可以很明确的接收到 那就算你不想接收也没关系 因为它其实讲的就是鱼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可爱的 很可爱的一本小说 很喜欢 没错 今天呢不只跟大家分享这个 有趣又可爱的水都物 我们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个讲座哦 耶 就是我本人的讲座 Again Again Nice 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开在桃园 7月16号礼拜六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都可以开 7月16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 在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景云分馆 就欢迎你可以来 然后一起来听听我的演讲哦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听完我们这一集节目 你觉得水都物语很好玩 欢迎找来看 如果说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例如说养鱼的小知识 或是你有养鱼 想让我们看看你的鱼 欢迎都可以把照片贴给我们看哦 没错哦 记得如果想要去这个夏明的座谈会 要记得要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网站上面报名 然后我们也会在夏拉拉的这个页面上 也会有介绍 所以请大家记得要到我们的IG跟粉专 按赞跟按follow追踪哦 好的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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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已经开始飞翔 啊 我又已经在路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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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吧 飞翔吧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